製作及上載這條影片是2022年9月17日 星期六 由昨日16日到今天17日 火星亦恆在雙子座 我之前預言過會發生的一些星象 竟然在兩天之內連中三元 所以不得不出這個 Part 7 的特輯 不是特輯 總之是一部分 其實我昨天也出了一個 Part 6 的 就是說昨天發生的一件事 它會打散了我本身想出這些火星亦的次序 但是我覺得很活學活用 真的因為我那頭說完 這次就中 其實是宇宙展示一些東西出來 好好的可以讓我們借鑑 或者不要說借鑑 有什麼可以借 或者這樣說 首先給有志學占星的朋友 當然我經常都說我今年年尾 2022年尾會開占星班 請大家密切留意公佈 但是在日常的一些小事其實就是 各位學占星的好時候 因為懸學這些東西其實又是來自人類社會 我們不會為懸學去算獅子咬老虎 算大笨象什麼時候死 懸學其實就是人類 人類就是社會動物 我們就是會看社會發生什麼事 怎樣去呼應懸學 所以我今天想說這三件事 其實是一個很好給我們 尖聲的學生去上課的時候 但是同時給一般人 所謂這個社鑑其實是引以為戒 是一些相似的情境的時候 大家怎樣去小心保護自己的聖令財產 第一件當然是昨天軍統全港 在合一堂學校外面就有個大樹 壓倒校車 然後之後還好搞笑 之後還說有的士 就是駕駛過的的士 掛著在那裡看東西 然後就直接 可能沒有看燈沒有看性 撞了前面的車 這樣就導致第二單交通意外 好 然後我想說 有個評論者 他就說 這些東西很常見 經常都很常見 我想說他真是觸錯用陣 我們當然不是說交通意外 哎呀 弄壞車 你說這些很常見 我當然知道 你不要去元朗車場 元朗車場每天都有些東西弄壞車 所以我想說少年他真的太年輕 或者他之前沒有看我的影片 因為我強調是校巴 是不是 為什麼是學校呢 因為雙子座就是講一些在學兒童 這些小朋友 學校的場所 所以我之前不斷強調校巴會出事 那現在你的大樹好拆不拆你就是拆口巴 這件事當然是中到飛騎 我們當然不是說之後的的士撞車這件事 同時我們還有同一天 都是在16日 昨天也有這宗很震撼的新聞 現在已經前幾天 正式 omdat美國總統 進去 進來 進來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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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宗新聞又是重到啪啪聲 那你說,哎呀,又是失火嗎? 很好行而已,失火 這個就是決定了大家 如果你有志學占星 究竟你是高等學生還是低等學生 你究竟是天才還是拿膠白卷的零雞蛋 真的要看看大家的觸覺是否夠敏銳 好,這個大廈叫什麼名字? 叫電商大廈 是電商大廈 我之前沒說過電子的總部 就是會爆發 所以我最早是在那時候 8月9日星期二晚上上怪談節目 貴藤2.0,賣武功和人節目 OK,我是說了 就是打個比喻,例如Google 因為Google有很多伺服器 我就說可能那些總部會爆炸 或者放伺服器的地方會爆炸 好了,果然我上完那次節目之後 沒多久,任天堂就說總部又是著火 然後說燒了那些沒有片 厲害,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單新聞 還有我之前那些部分 這次火翼雙子 不知道Part 1,2,3都有重新去說這回事 OK,如是任天堂又是搞這些電子遊戲 電子零件那些東西 他就是說燒了電子遊戲的那些沒有片 OK,來到現在 這個電信大廈著火 這個才是我們最觸目的地方 還有一個很觸目的地方 是什麼呢? 這裏又是,怕要看觸覺是否不穩 所以觸覺不穩 你就抓不到占星的神奇之處 是什麼呢? 大家看到剛剛那個圖片 那些火是燒到含含 我覺得整件事很可憐 他怎麼可以整個外牆著火 他現在又不是說911被飛機撞 又不是說被人去淋汽油去放火 為什麼他那個火可以這樣去蔓延 就是令人很懷疑 他那個大廈外牆是用什麼做的 他真的可以燒到這樣 喂,現在是新時代新世紀建築 他那個大廈外牆我高度懷疑是紙皮 這種火勢的蔓延 由一個單位蔓延到你整棟東西都是 而且說真的 我不要說現在大陸了 這些新起的大廈 就算你看看香港 就算我們以前有什麼火燭 你怎麼會一個單位 搞到你燒到整棟東西都是 何況你聽我的名字都是商業大廈 那些格局 那些消防的規管 應該是更加嚴重的 你在香港你幾可見到一個單位 引起的大火會燒到整棟東西都是 但現在竟然在湖南的電訊大廈發生這回事 一個單位的火 或者兩個單位的火 我頂盡給你三個單位的火 竟然蔓延到你整棟東西都是沿著整個牆燒上去 這個就是我之前不是說了那些被倫理去波及 這個就是尖聲的利害之柱 那些試圖器或者Google那些 我不是說遷就它 但可能總部會火燭 希望我沒有一與成三 但可能那些… 因為你知道那些電腦 他們的資料會放在一些地方 可能這些地方會爆炸 還有那些火災 火星可能會波及輪尾 所以我也有些擔心 我接下來可能會說那些是排屋 總之那些很黏得很近的那些屋 這棟燒了之後又會去央及遲樓 遲樓 即其他樓 OK 現在連中了兩圓 第三圓就是今早9月17日 香港發生的 亦都是我一位的粉絲和我報料 大家可以看一下 當然Tesla我已經前後點名過兩次了 就說好像林志平時景一樣爆炸 著火 今天早上10時許 他姓鄭33歲男子 駕駛一輛Model X P100D 黑色電動車 載著一個姓林的33歲女子 就圓寶林北路往九龍方向駕駛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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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想說這裏 那個兆事原因是有少少喜劇的效果 因為鄭先生 即是駕駛者男駕駛者 男駕駛者去報稱 因為突然一隻昆蟲跌落奇念上 大驚下 失控扭了自嘲 聽到有少少幽默 但我不應該這樣去 我不是去笑人 但這件事 你不容否認這件事是很有喜劇的效果 或者這樣說 最慶幸就是人沒事 他們不單止說 命還在 我相信他們都 我又不聽見他們說 好像燒到偉傭那些 相比起林志榮 其實真是不幸中之大行 但 真是很邪 我剛好去Google 找這個新聞 但竟然出了一個 相關的新聞 這裏就真是很不幸 話說 蘇州保時節電動車意外起火 車主無法開門 慘租消死 遺下九歲女兒 這件事發生在 9月15日 或者是禁牌的 都是車 交通工具 代曝這些移動工具 雙子去管 然後火星 這宗新聞就很清楚 但是同時也是 應驗了火星益行 在相自助的一些異象 所以最重要 都是那句 我們可以從這些事情 通常是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但因為 畢竟火星益行 本身就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們可以去 因此是 學到很多占星理論 活學活用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去提防 不單止自己去懂得 保護自己 亦都可以公得無量 多些去分享給身邊的人 廣傳給你的朋友 親戚 好 提到他們 接下來要小心這件事 接下來要小心這件事 接下來要乘電動扶手電梯 要抓緊扶手 這些小事 在日常生活做到 那你便做 但是例如 鄰居 著火那些 你猜不到 那沒辦法 聽天由命 其實又不是的 你便要警告一些 你沒有時間去問一下 哎呀 走廊會不會有落味 還有 你自己主動可以去做 就不要請鄰居進來你家裡玩 或者 讓他走來你家裡查 他那個水喉是否漏了 是否你家裡有事 可能那些就是 考慮明目 走來會搶你東西 偷你東西 所以自己心碎一點 就算很多事情 你覺得你無法控制 但是其實 只要你積極點 你醒點 其實都是還有辦法 是可以控制得到的 OK 那接下來就祝大家 生活愉快身體健康了 你拿Tesla那些 最近都有新聞 吵詐 林志榮那些 他好發明嗎 他好像好 有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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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可能 我真的不是就大家 但是你要明白 小心點 OK 交通工具發火 好了